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马的凯哥 视频每天更新 欢迎大家收看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本期视频 联播三集 还请大家耐心看完 七手牌九张条子在手 而且多对着 上家的九条直接碰 规划一下 看看这个牌 能不能做一个清一色 下家也在创业 再打两万 哇 下家套吃我 这个倒是有点难受 下家动我两口了 别再来万子 怕啥来啥 又抓了一个六万斤 两万打早了 露了一张八条下去 对家打四条 不管了 这个四条也要碰 再抓四万 先打北风 现在手里两张万 对家打小鸡 再碰小鸡 先打小万 感觉小万 稍微的安全一点 四万下家没动 对我来说是个好事 我现在就是清一色 一上张 来小万 那就继续打 这个牌对我来说 已经是没有回头路了 只能勇往直前了 抓四条 能听牌了 清一色单调一张七条 但是下家打出来过两张七条 听就只剩绝章 不听打六万 有可能被下家包掉 管他了 打一张六万 下家没动 这个六万下家也没动 那说明他的牌 查的应该还是比较远的 这个牌一直在纠结 要不要停 其实六万拼出来了 总归是要修一下 对家打六条 上家也在考虑 上家的牌 一张条字都没出来过 碰了一张六条 打的是五万 上家把六条听了 这个牌选择不等了 直接上听 单调一张绝章七条 看看下家的牌 下家的牌是混一色 一上张 这牌被上家六条碰好了 不然的话 我抓五条是听二五条 肯定要比单调七条来得好 而且现在下家吃了一个绝章五万 让他混一色也听起来 让他混一色也听起来了 形式看起来对我很不利 上家碰碰壶也听牌 如果上家听牌 那他手里肯定是没有七条 对家打六条 估计手里也没有七条 那说明我这个七条还有啊 下家的混一色 听得也不太好 他听的是西风八万对的 西风没了 只剩八万 上家考虑了一下 还是决定放弃停牌 西风八万 对家也听牌了 这个时候来平 真的是勇气可嘉 抓到六条了 那说明七条肯定在里面呀 下家打七条点炮 清一色胡牌 六个花56分 加个苍蝇61分 看一下第二副 抓三万进来就能听牌了 单掉一张小鸡 也不去修牌了 下家打小鸡点炮 四个花十分 加个苍蝇15分 这把牌是真快 看一下最后一副 这个牌型也是相当好 抓五条进来 就是一上张 二五万和四桶照搭子 简简单单 来三桶听牌 打掉两万 四个花十分钟 感谢观看 上家打两桶点炮 两个花6分 加个苍蝇12分